KPI线 好了 在这个地方 这具有比较性质的这个线 KPI线 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趋势线的使用 那趋势线一定要用在连续的阶段 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状态 它是聚集在一起1到12月 分别呈现2008年、2009年、2010年 这就不算连续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找不到趋势线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怎么样让这边的值变成一个连续 当然我们再重新画一个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一样是选择建党的日期 而且这个建党日期 反正就是年、月、年跟季到月 所以要用它 然后接下来呢 我一样去呈现我的一个总量 总价好了 一样的意思了 但是我现在点往下这样 往下这样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呈现2008年到2010年 我的一个销售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是月 所以在这里面 总共有27个月 27个月 那从这27个月的表现里面 我们去看一看能不能画趋势线 有趋势线了 也有预测了 好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先介绍趋势线 加入一条趋势线 什么什么趋势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输入 应该说是一个销售 销售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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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线嘛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色彩 他用了一个黑色线 黑色线来去呈现 记住哦 直条图能不能画出趋势线 不行 一定要用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 样式用趋势 然后合并系列 合并系列 关打开 其实好像应该都差不多 使用提醒 开启 基本上大概就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要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关掉 这就是一个趋势线 可是重点 重点是 我就要考考你了 考考你 这边是不是 201年1月 然后2月 3月 那这条线呢 这条线 这条线继续到4月5月 那4月那个值 你想不想知道 应该想知道吧 应该要想知道哦 为什么 假设我今天我知道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好库存管理 因为我现在算是4月1号哦 我如果先知道说 哦下个月我大概只有那个67个 对不起 这应该应该是差不多67个 66.9个百万 那再下去一点点 大概就是到了66.7个百万 我知道这样子一个销售额之后呢 我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说 我备品备料 备产品 大概要准备多少 我就不用浪费很多很多的一个 就是买厂房 买厂房来放这些 例如说库存 或者是原物料 而且盘点还需要花很多的力 而去盘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下一个月 我们的销售额是多少 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有很大帮助 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算这个数值 可是现在重点是 你要先会去做这条趋势线 好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就是画出趋势线